字幕提供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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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前看到《紐約時報》 把他們網上的部分搬到南韓首爾 我們了解這年間 其實很多外地在香港的媒體 無論它規模多少都好 都是要面對那個 一就是整體香港的環境 自由環境 新聞自由 那個環境惡化的問題 二就是7月1號開始生效了 港區國安法 裡面都是很陷阱的 很多不清楚的地方 很容易會不會報導出了一些問題 現在加上第三就是 如果你的工作簽證是這麼不肯定的話 或者那個政策是這麼不明朗 這麼容易受到一些政治因素干擾的話 包括就是說你中美外交層次 所以你們是有政治的一些爭拷 理論上其實不應該影響到媒體 媒體都是一些商業機構 你說互相政治 經濟制裁 那是另一件事 我想媒體不會說 就是阻止不了 但是你影響到媒體在香港那個業務 以至於那個採訪 每一個媒體都要考慮一些很實際的問題 因為你在香港設立一個基地 或者是派多少記者 那都是一些的投資 都是一些資源 都是很簡單 很現實的 那你的記者有很多地方 他可能決定來香港發展了 那都是他個人都要考慮很多因素 甚至可能家庭很現實的這些問題 當而在香港做工作 是受到這麼不明朗的政治因素 影響到的話 是會對一些媒體的那個運作 中長期怎樣籌劃在香港的那個發展 是會有很大的影響 那變成了我想 無論是短期、中期都會打亂部署的 那變成了如果你持續的不明朗 那唯有就是先搬走 那到時明朗的政策是比較一致的 比較可以預測得到的 香港的社會就很重要 就是對國際社會 就是一個可預測的、可預見的 因為那個政策是很清楚的 不會說突然間變的 這個是香港和中國大陸最大的分別 中國大陸很多時候沒有政策的 基本上隨時可以變的 突然間這樣變成了 然後就要你去配合或者要你去跟從 香港就有了程序 有了條文 有了一路有的一些做法 這樣那個社會才能運作到 現在就是真的我們所謂亂弄了 我們廣東話所說的 這樣的話 對外媒就影響更大了 因為他們很多事情要考慮的 那你國安法實施之後 以你觀察已經有一個多月的 記者在這裡採訪工作 有沒有受到一些阻礙或者壓力 那樣 現在很主要都是 心理壓力 一直都相當大的 因為看到整體國安法那個執行的力度 其實都是大的 包括已經有一些年輕人十幾二十歲 你就抓了他們去涉嫌分裂國家 第二就是香港政府警察方面說 在通緝六位一些民主派人士 包括一位其實是美國公民 這個我想對國際社會都相當 特別是一些有涉及香港的議題 他可能是會評論 或者是在他們的角度 可能其實純粹是讓香港知道 香港發生了什麼事 但是都變成是一些違反了國安法 那樣的話就很令人擔心 那個國安法的執行是會相當之力度大的話 那個面子也都會是 那個面子在法律上已經很寬闊了 其實是所有人都會受到影響的 到真的可能會 如果他們要去執法的話 暫時看來都是一些政治的 但是可能很快就會擴闊到其他的層面 包括媒體 包括可能一些我們所謂的非政府組織 關心人權 這類議題的組織 可以很快 那究竟會不會很快已經針對媒體呢 我想沒有人可以預料到 因為中央政府的那個政策 現在看來就是既然立下決心 推出了國安國安法 就不會說想令人覺得這個是擺樣子而已 是沒有牙老虎來的 那就似乎都會是很大力度的去推 媒體變成了一種這樣的氣氛環境 看到那個客公環境之下 那個心理壓力是很大的 這個我們相信會影響到 日常怎麼處理一些政治敏感的新聞 所謂的審查的問題 我們都很難得具體講到一些例子 因為有些報導可能 避重就輕 或者是蝙蝠 你未必這麼短時間可以看得到那個變化的 但是那個觀察都會覺得 肯定就是媒體已經更加小心處理這些 說得白一點就是不同程度的審查 實際上一直都有 可能就已經更加嚴重了